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一出门 看到自家门口的高架桥上被悬挂了九具尸体 你会作何感想 你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会有安全感吗 2019年8月8号 同样一幕再次出现 墨西哥城市乌鲁亚潘的黑帮火拼之后 将对手的九具尸体悬挂示众 周围还发现了十具残缺不全 布满弹孔的尸体 黑帮还嚣张地在桥上打出了横幅 就放在悬挂的尸体旁边 上面写着 可爱的老百姓们继续过你们的日子 墨西哥是一个标准的海湾国家 背靠美国面朝大洋 东无严寒 下无酷暑 坐有高原明珠之称 这么优越的地理位置 又背靠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 墨西哥人民的日子一定过得非常舒适吧 恰恰相反 墨西哥被暴力和混乱所统治 至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墨西哥前总统迪亚兹曾哀叹 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太远 离美国太近 墨西哥的黑帮强大到不可思议 自2001年起 墨西哥境内和毒品黑帮有关的死亡案件 仅有1080起 到2010年 这个数字飙升到了1.1万 到了2017年 数据则飙升到了2.7万 每天都有大量的墨西哥人因为黑帮的暴力而死亡 到了2018年 墨西哥谋杀案的死亡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35964人 而2019年上半年 墨西哥凶杀案的数量再次创下新高 达到17608起 比2018年同期增长5.3% 这个增长速率比墨西哥的GDP增长速度要高好几倍 墨西哥是一个贩毒集团 残酷黑帮当家做主的国家 墨西哥的政府难道都是吃干饭的吗 对这些黑帮视而不见 不 墨西哥的官员们已经尽力了 墨西哥有大量的警察死于和黑帮的战斗中 甚至连政府的高级官员甚至都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 2010年8月15号晚 墨西哥圣地亚哥市长卡瓦佐斯因打击黑帮 在下班的路上被15名绑匪抓走 而此时他的身边甚至还带着政府配备的保镖 三天后 警方在郊外搜到了他和保镖的尸体 这位不满40岁的市长成为了墨西哥被害高级官员的第一人 2012年 墨西哥女市长玛瑞亚驾车送孩子上 在上学的路上被毒贩劫持 为了保护年幼的女儿 玛瑞亚主动坐上了毒贩车 最终被毒贩轮奸并被残忍的虐杀分尸 而这一切仅仅只是因为玛瑞亚宣称自己要严厉打击 本事贩毒贸易触犯了黑帮的利益而已 随后 墨西哥的黑帮越来越嚣张 更加肆无忌惮使用手中的暴力 2016年 特米斯科女市长莫塔刷新了最快被杀的墨西哥市长记录 发誓和暴力黑帮斗争到底的莫塔在1月1号宣誓就职 隔天就在自家卧室被暴徒乱枪打死 本以为这个速度已经是矿骨绝筋了 没想到在2019年元旦 墨西哥特拉西亚科市新市长刚就职一个小时就被黑帮暗杀 这个速度 这种记录恐怕真的是没人能破了 2019年呀 这是2019年刚发生的事情 在我国哪几个木棒子上门催收都算重大恶势力了 这些人和墨西哥的黑帮一比 简直就是蒙瓦转世 这几年里 被墨西哥黑帮杀害的市长已经高达20多人 中基层官员和警察死亡数量更为惊人 像米雀肯州这种毒贩巢穴 其市镇的警察局长位置甚至没人敢做 墨西哥是一个民主选举之国家 自2018年大选开始以来 已经有132名政界人士被各种刑事暗杀 其中48人是总统候选人 墨西哥反毒反黑道的总统候选人几乎都被杀光了 在墨西哥能否在黑道势力的屠路中幸存 反倒荒唐的成了当选下一院总统的首要条件 为什么墨西哥的黑帮势力如此之强大 因为美国 美国是世界头号吸毒大国 其吸毒人口占据总人口的8.2% 消费全世界60%以上的毒品 而美国90%以上的可卡因 冰毒 以及大麻的来源地都是墨西哥 以全品类来看 毒品总量的70%来源于墨西哥 毒品贸易给墨西哥的黑帮带来了天亮的利润 这些巨额财富让墨西哥的黑帮有足够的资金来招募人手购买军火 但仅仅贩毒的利润不足以支撑墨西哥黑帮如此横行无几 黑帮再有钱也不如墨西哥政府有钱 墨西哥陷入无序的暴力混乱状态 最大的原因是极度的贫富分化 大量的赤贫人口给黑帮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黑帮和毒品贸易在墨西哥开始滋生 但是在90年代以前 这些问题并不严重 但是随后黑恶势力快速增长 到了今天 大约500座墨西哥城市都参与到毒品走私贸易中 直接从业人员超过45万 此外 还有320万人的职业与毒品贸易间接相关 这一切都是从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停滞开始的 二战结束后 上世纪50到70年代 墨西哥经历了一段奇迹增长的黄金岁月 在这期间 墨西哥的平均DDP增长率高达4% 而且持续20多年 复合增长让墨西哥创造了经济奇迹 在这期间 墨西哥社会稳定 百姓安居乐业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 但是从80年代开始 墨西哥政府在经济上却出现了多次误判 大力投资石油产业却遭遇了石油危机 也没有跟上新一轮互联网革命的步伐 经济增长率逐年下跌 从80年代初到今天 4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仅只有2% 更严重的是 中间还出现过多次经济灾难 石油危机期间 年通胀率甚至高到70%以上 而同期的中国 40年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5% 注意 这是40年的平均值 40年的复合增长 所以 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奇迹的代表 国泰民安 而墨西哥深陷经济泥潭 社会动荡不安 墨西哥还在经济辉煌的时候 做出过一个巨大的错误 那就是过快地推进了城市化 在中国 土地是集体所有制 所有的农民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 这块土地事实上承担了农民的社保功能 同时扮演了整个中国就业市场的缓冲器作用 农业有一个巨大的特点 那就是就业弹性极大 以中国为例 八亿人都捆在土地上务农 他们能活下去 放出来六亿人进城务工 他们也能活下去 无非就是生活的质量不同而已 这种就业弹性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 起到了巨大的社会稳定作用 2008年 美国爆发自贷危机 全球经济出现巨大问题 出口导向型的中国当然也不能幸免 当时 中国沿海的工厂纷纷收缩产能 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 如此规模的失业潮 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处置 稍有不慎就会爆发巨大的社会问题 很多国家压根熬不到下一次经济回暖周期 但是在中国却一点浪花都没有出现 这些农民家里都有地 城市里待不下去 回家务农就是了 反正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大半年后 全球实行经济刺激政策 经济回暖 沿海工厂复工 他们又背着包裹重新打工去了 农村的那块自流地成了中国社会巨大的稳定器 让中国经济平稳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而墨西哥却失去了这个给社会脱底的稳定器 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潜力 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平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在上世纪经济辉煌的时候 墨西哥大力推进土地私有化 让大量的农民卖掉了赖以为生的土地进入了城市 把墨西哥的城市化率推升到了80%的高度 如果墨西哥的经济蒸蒸日上 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充沛的劳动力还能让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一日千里 但是当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停滞时 城市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岗位和收入 问题就出现了 墨西哥的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平民阶层 这些平民失去土地之后无法回到农村 只能待在城市 但是城市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 他们被迫投入黑帮的怀抱 靠从事暴力活动来养活自己 过低的经济增长率和大量无数可缺的湿地农民 滋生出了墨西哥的暴力 而香港问题的本质和墨西哥是一样的 香港 弹丸之地 高度城市化 大量的底层市民并没有一个保底的工作或者土地 但是香港的富豪阶层却利用土地大量收割市民的财富 这导致香港的贫富分化问题非常严重 中国大陆的房价也高 但是国内富豪榜前30强里 只有6个人是从事房地产的 其余24个遍布各大行业 马云和马化腾这两大富豪也都不是靠房地产赚钱的 这说明中国的富豪分布比例还算均衡 并不单纯的依赖房地产 经济结构还算健康 但香港那边就不一样了 前20大富豪有15人都是房地产行业 简直是高度激行 还利用房地产的利润控制了香港的通讯 水电等民生行业 成为了事实上的收税阶层 如果香港的经济一直发展迅速 那就算了 大佬吃肉 百姓喝汤 大家好歹都有的转 社会依然会稳定 但是偏偏香港的经济增速持续减缓 始终没有新兴产业来提振经济 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只有2%左右 陷入了和墨西哥一样的经济泥潭 当一个地区陷入经济泥潭时 就容易滋生暴力 如果有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故意引诱 那么问题会更加严重 近期香港国际机场发生了动乱 大批黑衣人集合围堵并攻击中外游客 8月13号晚 骇人听闻的恶性暴力事件出现 在香港机场非法集会的黑衣暴徒 滥用私刑 非法禁锢并殴打前来香港机场接人的内地游客徐某 并用索带将其捆绑 用镭射枪照射眼睛并虐打 致其昏迷 香港警方用了4个小时才解救出徐某 还有一名警员被围殴 警棍被抢走 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徐某说普通话 黑衣暴徒们怀疑他可能是大陆公安 仅此而已 这是公然的集体谋杀 8月14号凌晨 更过分的事情出现了 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被黑衣暴徒们袭击 将其双手捆绑 强迫跪地 搜索出他随身携带的物件 一件我爱香港警察的T恤 并搜出了他的护照和身份证 在空中挥舞展示 在极端暴力下 傅国豪没有失去记者的尊严 直接对黑衣暴徒说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们可以打我了 这句话瞬间红遍全球 傅国豪作为一名记者 在声称舆论自由的香港 理所当然的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傅国豪用非暴力的手段 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一群号称自己是和平游行 表达意见的黑衣暴徒 反而用极端暴力殴打傅国豪 更过分的是 香港黑衣暴徒们 宣称自己殴打傅国豪的理由 是他专写香港假新闻 什么叫假新闻呢 他们说 傅国豪报道了香港暴徒 袭击老人的事件 三年前还报道了撑警新闻 还一直造谣示威人士是暴徒 最后身上还没有记者证 所以要打傅国豪 记者傅国豪被打事件 反映出了香港黑衣暴徒的本质 他们不能容忍新闻自由 他们甚至不能容忍不同意见 他们只是一群打算靠暴力和私行 实现个人目的的暴徒而已 再进一步 香港就会变成第二个墨西哥 地区经济增长迟缓 只是暴力滋生的前提条件而已 还必须有一个诱因 墨西哥是靠毒品贸易的巨额利润 才支撑其暴力组织的运作 而香港并没有这个条件 那香港暴力的诱因是什么呢 是外国势力的介入 8月14号 有两艘美国军舰申请访问香港 被中国果断拒绝 这两艘军舰共搭载700名海军陆战队员 这个敏感时期提出访港 他们肯定可以预料到中国必然会拒绝 但是依然发出了申请 故意这么做目的何在 给港独组织发出信号而已 同一天 煽动九月霸克的港独头子罗冠聪 在社交软件上说自己已经抵达了纽约 前往耶鲁进修 并鼓动其他香港学生继续闹事 而罗冠聪本人呢 他表示 他会在美国 继承美国国务卿国会议员的会面 继续展开很多工作 给冲锋在前的炮灰学生们摇息呐喊 有网友反讽道 他要去耶鲁 你要进大牢 你再为他的学位而战 对了 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这几天香港的机场被黑衣暴徒给搞瘫痪了 罗冠聪到底是怎么登机前往美国的呢 真是神奇 而美国的亚马逊官网 这几天甚至开始公然售卖反华港独的衣服 注意 这是官网直营 是亚马逊的直营店上架的货物 奉劝美国一句 做人哪 只想不能太难看 8月12号 大批武警集结于深圳 人民日报公布了大量的集结画面 内地群众几乎秒懂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且直接的信号 全国人民都知道深圳已经集合了大量武警 但是在距离这些武警不到半个小时车程的香港 群众却丝毫没有知觉 香港的主流媒体几乎都没有报道武警集结于深圳的事情 最多一笔带过 更没有给香港群众分析大陆官媒的意思 在我们看来异常重大的信息 香港媒体却丝毫不报道 很多黑衣青年依然无知无觉的在街头冲锋 这些英美资本控制的港媒在忙着干嘛呢 在忙着鼓动一切可以鼓动的力量上街动乱搞破坏 看看香港的电视台吧 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德性的人在控制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知道香港的处境 也知道香港正处在危险的边缘 在新闻发布会上一度哽咽 说你们怎么能忍心香港被推到粉身碎骨的深渊呢 但是下面那些黑心港媒没有丝毫感动 还当场高声发问 林泰你什么时候会死 香港媒体的恶毒简直超出想象 踏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 没有背后撑腰的势力 他们绝对不敢这么做 暴乱无序 大批警察出动都难以平息事态的香港机场 由于事态恶化 影响了大批欧美国际友人 导致国际上恶评如潮 洋人一抗议 效果马上就出来了 香港法院立刻下了一个临时禁制令 禁止未购票的人进入香港机场大厅 奇迹出现了 这么一张纸贴在机场大门后 事态居然平息了 香港机场立刻恢复了正常运行 一指禁制令的效果 远胜于数千警员和催泪弹 这说明香港的局势不是控不住 而是有人想让香港乱 为什么香港法院之前没有下禁制令来制止动乱 让我们看看控制香港法院的是谁 一眼看过去一片英美极的面孔 香港法院被这些人控制 你说能有啥好事 很多被蛊惑上街的黑衣人 其实只是非常单纯的普通市民 你像上周 一位示威人士向警察投掷腐蚀性液体 结果不小心撒在了自己身上 于是当场向警察求救 你说这样的人没有外部势力的撑腰打气 他敢干啥 他能干啥 而香港法院和媒体 只是美国插手的一个缩影而已 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搞乱香港 道理很简单 压缩中国的贸易谈判空间 1949年10月14号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5兵团 集结于大陆和香港的边界 做出了进攻香港的姿态 而香港是一块死地 只需要切断水粮供应 三天就会自动崩溃 根本无法防御 香港总督都做好了向解放军投降的打算 没想到解放军突然杀出了脚步 北京向英国承诺 保留香港现状 解放军不进入香港 英国人欣喜若狂 1950年1月6号 英国率先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地位 并愿意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十几年后 中苏关系恶化 大家才知晓了 当时中国这一招背后隐藏的深意 这是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交流 留下了一颗暗奇 中苏关系破裂后 香港成为了沟通中西双方的桥梁 让中国能够从香港源源不断的获得西方的物资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转口贸易 香港从转口贸易中获得了天亮的财富 但新中国也因此获得了在冷战中 霍旋的政治空间 在中苏矛盾后 不至于陷入孤立的状态 香港的自由港地位 让它和很多国家及地区 签署了级别很高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比WTO的级别和自由度还要高很多 很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进口都有一定的限制 如关税和进口配合 而这些东西香港都没有 在2018年 从出口额来看 整个中国出口额2.5万亿美元 而香港地区就占了其中5692亿美元 香港出口的商品里 还有2743.6亿美元是购子大陆 也就是转口贸易 也就是说 有2700多亿美元的商品 要借到香港进行出口 明明从大陆执发最节约运费 为什么非要从香港转移到手 很明显是受限于关税和进口配合问题 中国大陆对外第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 第二大贸易伙伴 大家知道是谁吗 是香港 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香港 大陆对香港贸易额超过大陆对德国 日本 韩国的总和 依靠香港的转口贸易 大陆很多货物合法地绕开了很多关税壁垒 虽然中国加入WTO后 香港转口贸易的地位和重要性已经大不如闲 但是依然是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如今 特朗普和中国大陆打起了全面贸易战 我国也已经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 绝不向美国妥协 在极端情况下 如果美国再次升级贸易战 打算对中国实行全面围堵 就必须考虑香港的存在 因为香港会成为对中国关税围堵的重要缺口 依靠香港的特殊地位 特朗普的关税骨气会大打折扣 只有让香港乱起来 才能真正实行对中国的封堵 才能迫使中国让步 所以 这一次香港动乱 美国人不惜代价 几乎启用了其在香港多元布局的所有隐藏棋子 发动了所有亲英美力量集体闹事 一次性暴露所有隐藏力量 的确看起来气势汹汹 但是也给了我们一次性打扫屋子的大好机会 希望特朗普先生不要后悔自己的这次决定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突飞猛进 让很多人以为每年经济增长五六个点以上是很简单的 甚至这个数据还觉得有点低很丢人 但实际上 要常年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有很多发达国家2019年甚至濒临负增长 放眼人类历史来看 在没有重大科技革命的前提下 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由于科技进步缓慢 几百年经济都不会有什么增长 整个社会和经济其实只是在不断的循环而已 一个深山里的村庄 封山几百年再出去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和以前一样 人类已经很久没有革命性的技术出现了 世界的经济也逐渐的陷入停滞 像中国这么高的经济增速 全球都绝无仅有 大部分的国家经济增速已经衰退到了2%以内 甚至是负增长 香港社会动乱后经济增速注定会更加缓慢 这会导致更多的人对社会不满 然后引发更多的动乱 这会让香港这座城市和香港人逐渐的滑向不可控的深渊 最后吃苦受累的是香港人自己 今天只是黑衣暴徒 明天就会进化成黑帮团伙 后天香港就会成为下一个墨西哥 依靠暴力 迷恋暴力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行为 邪恶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很难收回 而这正是美国人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香港越乱 贸易量越低 美国越开心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这种全球增速普遍缓慢 所有国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 谁能保持内部社会的稳定 谁能熬到下一轮科技革命 谁就能笑到最后 这是唯一的生路 而港独暴力组织 却给香港人选择了恰好相反的一条路 我相信 那些不明是非的香港暴徒 一定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巨大的代价